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来看这一课英文的新闻 英文的新闻很重要的关键 你一定要懂得六个符号英文法 在六个符号英文法这里的三个 一个叫做子句 我们用一个中话胡带出来 第二个分词句构 我们看到等一下用分词带出来的分词句构 以及用介系词带出来的片语的分割线 这三个就是最重要的关键 好,那现在我们要看的这篇新闻 你就会发现里面你必须要理解这些东西 才可以很立刻的了解这个英文 好,那么今天的新闻是从这个台北 Times 所揭露出来的 我们的年轻人终于想通了 他们希望能够先找到工作 而不是去追求这个比较空虚的学位 那这篇文章现在我们就开始看起 我们看到这篇英文 请大家准备 尤其是红颜色的字的地方 就是刚才六个符号的三个重点 我们看到a majority 这个主要的大部分的 of fresh graduates and young people 这个fresh graduates 就是刚刚毕业的这些学生 还有年轻人 好,这是我的主词 动词叫这里叫做prefer prefer就是比较喜欢了 可是这个地方 它的后面有一个形容词字句 形容这个people 这个who就是我们刚才中夸湖 带出来的一个形容词字句 形容这个people who are discharged 就是被解散了 也就是退伍了 from military service 从服兵役退伍的这些 这个新鲜的毕业生 或者是年轻人 who在这里被省略掉 are被省略掉 就留下了 discharge 过去分词 所以过去分词带出来一个分词去够 后面翻译前面 从军中服务 被退伍 被解散出来的这些年轻人 或者是这个刚刚的毕业生呢 他们大部分的人呢 都现在比较喜欢呢 prefer to find a job first 先去找一份工作 over就是一个漂亮的介细词 带出一个片语出来 而超越过 而不是去obtainment 介细词后面接动名词 obtain是得到 这是动词加ng 而不是去得到more degrees 更多的这个学历而已 这是谁说的呢 an online job bank yes 1 2 3 survey has found 这是一个线上的这个人力银行 yes 1 2 3 他的调查 他已经发现了一个状况 好 我们现在继续看这第二小段 the percentage 这个比率呢 of a new graduates and young people 这个新的毕业生跟年轻人 这边再一次看到who who本来是一个子句 又被省略掉了 这个want就变成了分词 现在分词 比较刚才就是过去分词的 discharge 被解散 被送出来的 这个是现在分词 不管是现在分词还是过去分词 都是分词巨购的开始 好 那各位看到wanting 他们想要to find employment 去找到这个就业 employment就是就业 想要去找到就业的年轻人 跟新的毕业生的这个比例呢 rose rose是rise 过去是升起来 升到呢 to 93.8% 得到了93.8% 这是非常高的个比例 which就是指这个比例呢 这个93.8%呢 is compared 是可以去比较的 各位which is又不见了 留下compared 所以compared 又是一个分词巨购 好 这是过去分词 那我们就翻译成被 被跟另外一个数字比较 with 83.9% last year 去年是83.9% and 71.4% in 2012 好 在2012年 那是前年呢 那就更这个低了 只有71.4的学生 想要去就业 这是一个插路语 yes 1 to 3 set 这是他的 同样是他的一个报告里面 所说出来的 好 那各位继续看下去 然后呢 the survey fund 这个调查也发现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 很标准的 我们的名词字句 带出一个词句 后面要整体的一起看 好 这个词句非常非常的大 整个就是他的一个词句 发现这件事情呢 the top boss 最顶端的老板 就是最前面的几个老板 or是哪些老板们呢 好 什么老板呢 各位后面再一个形容词 就形容这些老板 这里有一个 who who young people wanted 年轻人想要呢 to work for 去为他们工作的那些 前面的几个老板呢 or 是 是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紫句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里你要停一下 这个调查 发现 发现什么 发现这件事情 这些顶端的老板们 最前面排名的老板呢 什么老板呢 年轻人想要为他们工作的老板呢 是不是这里要停一下 好 看完了之后 再到这边来 这是主词动词 这是黑色的 所以这就是 那的紫句里的 主词动词 而这个 young people wanted 它写的是 这个紫句里的 主词动词 在英文里面 主词动词 主词动词的观念 真的是太太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的英文 六个方法 英文法的第一个观念 就是要找主词 第二个要找动词 所以现在各位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么有用呢 好 那各位朋友 我们继续的来 把它看完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这些 这个年轻人最喜欢 为他们工作的老板是呢 台湾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 Chairman Morris Zhang 张忠谋 这是台积电的老板 这是第一名 第二名呢 就是这个 Wallprime Corporation Chairman Steve Dye 这个代胜义 好 那这也是 我们的食品界的大牢 And Evergreen Group Founder 这个张荣发 张荣发 好 那这是海运的大牢 好 这是前三名 我们看到后面 再来一个who who就形容 这前面三个人呢 receive the votes 他们接受到这个选票 投票 of 39.1% 好 那张忠谋 就是39.1% 第一名 这位代胜义 37.1% 第二名 And 30.6% 30.6% 就是第三名 张荣发 respectively 来个副词 分别地得到这么多的票数 好 现在我们就来回头看一下 这段新闻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看出来 六个符号 看英文 就是帮助你快 帮助你很快地 能够学得懂 也就是说 各位朋友 你学英文 就是要能够用 用文能够将来工作上 或者是在运用上 可以得到 而不要再像学校 学了半天 学出来 根本不能运用 这是我们看到非常 这个台湾的一个 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学生们整天考试 大人呢 也整天就是那边 听听听听 然后背背背背 结果辛苦了半天 英文 看看不懂 听听不懂 自己说话说不出来 真的是令人很伤心的 好 所以我们的六个符号 英文法 就是帮助大家 学了 记得住 记得住 能够运用得出来 很快地我们来 请大家一定要念诵 光看不念 你根本记不住的 好 请各位朋友一起来 理论 和在一下 新学历 成长 辞职 老师 美 路 辞职 辞职 国 嗯 大人 十 93.8% compared with 83.9% last year and 71.4% in 2012 Yes, one, two, three said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top bosses young people wanted to work for were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 Chairman Morris Zhang, Wall Prime Corporation Chairman Steve Dye and Evergreen Group founder Zhang Yongfa who received the votes of 39.1%, 37.1% and 30.6% respectively Show me on my channel Taiwan Semiconduct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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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